在这次美国大选备受争议的计票机公司道明尼 在密西根州和乔吉亚州一次出现故障和失误的情况 在密西根州安特里姆县甚至被发现原本投给川普的票 因此被算到拜登那里去 民主党籍的密西根州州务卿班森在7号发表声明 安特里姆县计票失误是人为疏失 跟计票系统没有关系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阵营的律师鲍威 却提出更多质疑 他向媒体披露 多位民主党人与道明尼计票公司有利益关系 并借此窃取美国选民投给川普的选票 根据彭博政府网站可以看到道明尼计票机公司 在2019年聘用了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培洛西发言人的长期助手 且培洛西的前幕僚长埃尔沙米 在2019年也成为该公司的游说者 另外民主党参议员范诗丹 他的丈夫布鲁姆也被披露是这间公司的重要股东 除此之外 美国新闻网OANN的白宫首席记者李昂9号在推特上表示 美国前总统民主党籍的科林队的基金会 也与道明尼计票机公司有合作关系 道明尼票务系统是全美第二大投票机销售商 这次大选中所有的摇摆州 都有使用该公司的计票系统 该公司执行长波洛斯曾经在今年1月 出席众议院关于监督选举安全性的听证会 新唐人眼前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